大家好,我是杨 引起颈椎不舒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长时间姿势不当 引起肌肉费用和肌肉萎缩疼痛 第二是长时间的劳损和受凉引起肌肉的僵硬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四个环节动作 第一个,颈椎前侧拉伸 首先两手叠加放在胸口 稍微用力向下拉 同时脖子边拔高边向后仰 两侧肩膀用力下沉,后背保持直立 根据自身情况,脖子能痒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 不要强求 这个动作能够伸展颈椎前侧 改善偷牵引,颈曲变直 保持15秒,然后返回 两手放下 第二个动作,颈椎回旋 保持站立的姿势,两手后背 将头转向左侧 下巴微收,双肩保持下沉 挺直腰背,开向左侧 保持这个姿势10秒钟以后,滑满的摆正 将头再转向右侧 重点是脖子边拉长边扭转 这个动作可以灵活颈椎,放松颈椎紧张的肌肉 同样是在心理末属10秒钟,然后返回 第三个动作是颈椎侧拉伸 将右手后背 左手越过头部,放右耳朵上方 然后将头颈向左侧侧驱 在拉伸的时候,动作的电缓慢 10秒钟以后,头部返回,再换另一侧 左手后背,肩膀下沉,颈椎侧驱 这个动作能够疏通血液循环 对颈椎周围的软组织切掉一定的拉伸放松作用 通样时间10秒钟以后,将手放下 第四个动作是沉肩仰头 站立的姿势,两手后背 将头缓慢后仰 在有规律的后仰过程中,颈部力量会逐渐增强 颈部肌肉的协调性也会逐渐改善 同时还可以增强脊柱的稳定性 对于缓解颈部僵硬感有非常好的作用 这个动作保持15秒钟 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联系2到4组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一阳,咱们下期见